关心天下大事 言论财富人生 大家好 我是白年 美国那边发生了一件大事 2021年6月10号 美国统计局公布了5月份的物价指数 同比上涨5% 创2008年以来的新高 恶性通胀的威力 很多上了年纪的中国人都领教过 上世纪80年代末 中国物价两鬼并一鬼 结果造成市场上商品价格飞涨 并且由于民众抢货囤货 物资齐缺非常影响社会稳定 同样的情形 在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也出现过 所以对于美国政府和美联储来说 现在通胀的苗头已经出现 必须要严加遏制 采取的方法则是紧缩货币 关掉去年疫情期间大放水的水龙头 果不其然 几天之后美联储召开会议宣布加息 成为下一阶段美联储紧缩的信号 对于美联储加息的消息 很多人都以为是一则普通的国际新闻 所以恍一眼标题就带过了 但其实美联储是否加息 对于全世界所有国家而言 都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世界上有上万亿的美元资本 和国际吵架在盯着美联储进行行动 一旦美联储发出紧缩的信号 他们就会闻风而动 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矩阵 乃至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崩溃 这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 不少国家也曾因此而受害过 我们都知道 美元坐拥着国际货币的霸权地位 美国辛辛苦苦建立货币体系 目的是为全世界服务吗 当然不是 他们的目的是为美国巩固地位 一旦发现挑战者便立即予以年苦打压 这便是大名鼎鼎的美元潮汐 潮水的涨落被称为潮汐 美元则经常在美联储的人为操纵下 进行着不自然的涨落 这被称为美元潮汐 最初美国会采用货币宽松政策 从内向外向全球提供美元 华尔街大鳄们拿着大笔美元 在全世界范围内收购资产 美元流入国的资产价格 则在短期内急速攀升 随之产生的则是资产泡沫 当美联储风向转变开始回笼美元时 这些国际资本又会像潮水一样迅速退去 并卷走所有赚来的钱 在这个过程中 由于美元大规模被回收 就很容易令小国的资产泡沫破裂 竟然引发金融危机 最后回流美国的美元再度出手 收购那些因泡沫破裂 而不得不大打折扣的资产 这个方法和股市中庄家们 先拉高再出货最后低息 收割散户的套路没什么两样 只不过这里面华尔街大鳄 美国财团是大庄家 而小国弱国的所有国民 都是被收割的韭菜 当然对于小国来说 美元涌入带来的并不全是坏处 其他国家可以借此机会 进口设备 机械 发展建设 但这种建设是中长期的 等你把一切都建好准备盈利的时候 美联储突然抽走了所有资金 并要求借款国立刻还钱 还不出钱怎么办 那就拿资产抵债吧 欠债的想要耍无赖不还钱 你以为美国那全球最高的军费 是用来干什么的 就是专门用来惩罚老赖的 当然了 原本价值1000美元的资产 在抵债估算的时候 如果还能有个50美元 那就算是美国人良心发现了 据不完全统计 自美元霸权建立以来 全球共出现过三次大规模的 美元潮汐现象 美国在全世界范围之内 都欠下了累累血债 第一次美元潮汐现象 发生于拉丁美洲 乌拉奎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在其著作《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中 详细描述了此次系列事件 早在大航海时代 拉丁美洲几乎是一己之力 供养了整个欧洲的工业发展 其间辛酸不足为外人道业 在二战结束之后 拉丁美洲本有机会开启工业化进程 这也是现代国家走向富强的必经之路 如果没有外力干扰 凭借拉丁美洲的丰富资源 他们有可能成为一个发达国家集群的地区 可惜 美国把拉丁美洲视为自己的经济殖民地 并不允许这些国家发展 对于自家后花园的经营 美国人向来都是最用心的 70年代中起 美国开始持续向拉丁美洲的重要国家 如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等输出革命 频繁刺杀左翼领袖 扶植亲美势力上台 扶植傀儡政权之后 美国人高喊着消除贸易壁垒的口号 极力忽悠拉美国家搞资本自由化 更是以协助发展为由将大量美元输送至拉美国家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 一直到70年代中起 美国就像一颗贴心的农场主 饲养家畜那样 小心翼翼地投喂着拉美国家 这一时期 因为资本流入 拉美经济表面繁荣 没人觉得借美元外债有什么问题 而危机的种子已经悄然种下 1979年 美国觉得前期投资已经差不多 可以开始收网了 于是美联储立即开始加息 大量美元回流 拉美国家的资产泡沫瞬间破裂 期间 墨西哥 阿根廷 智利等国 主权债务发生危机 连国家都已经还不起钱了 被美国债主是天天上门讨债 没办法 这些国家只能建卖优质资产抵债 什么矿山 油田 种植园 都逐渐被美国财团纳入囊中 因为经济萧条 拉美国家失业率飙升 没有工作 无家可归的民众 渐渐聚集到了城市里的阴暗角落 著名的拉美贫民窟 就是在这一时期为世界所知的 第二次美元潮汐现象发生于日本 在二战结束之后 作为战败国的日本 迎来了自己的太上皇 美国 如果不出意外 日本会持续被美国打压 直到彻底丧失国际影响力为止 可是随着新中国成立和抗美援朝 等一系列大事件的发生 美国为了在远东保持影响力 不得不改变策略 开始扶植日本 由于美国的扶植 日本经济开始腾飞 并在上世纪80年代初 成为全球GDP排名第二的国家 不少日本人开始幻想着 自己成为世界第一 并叫嚣买下美国 在美国人看来 自己一手扶植的小弟 逐渐变得不再听话 甚至打算造反 这怎么能忍 于是1985年 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 签署广场协议 日元、马克、法郎和英镑 开始大幅升值 如果说广场协议 对日本的打压还不明显 那么两年后的卢浮公协议 则是赤裸裸的强盗条款 西德、法国和英国的货币升值 只是一次性的 但日本的货币升值 却成了永久性的 国内的贸易限制也被打开 既然日元升值成为确定事件 那么国际庄家们要做的 就是买入一切可以买到的日本资产 比如股票、房地产等等 短短四年内 日本日经股票指数翻了两倍 东京一个地区的土地价值 可以买下整个美国 被股票、房地产牛市 冲昏了头的日本普通人 也加入进了这场泡沫游戏中来 无意中给国际炒家们接了盘 然而盛宴总有结束的一天 上世纪90年代初期 美联储再度加息 国际资本迅速撤退 日本的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破裂 并留下了一大笔债务和坏账 需要用一整代人的时间去偿还 日本从此由世界第二逐步沦落 变成了一个躺平的佛系国家 日本作家野口优济雄 就在其著作《日本的反省》 依赖美国的罪与罚中 陈痛表示 日本经济成于美国 也败于美国 第三次美元潮汐现象发生在亚洲 在收割日本之后 美国一发不可收拾 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输出自由思想 日本由于泡沫破灭而被迫转型 亚洲的四小龙 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 和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 抓住机会开始加速发展 可四小龙和四小虎的发展 同样没能脱离美国的掌控 特别是四小虎 本身经济基础薄弱 股业建设全仰仗 建美债和进口美国设备 同时在大批美元的作用下 四小龙和四小虎的房地产和股市 层层层上涨 美国资本不但没有遏制他们的发展势头 反而不断地鼓励他们借债 其中就有不少类似于 索罗斯这样的华尔街大鳄 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悄悄埋伏 等待出击 借债总是要还的 更何况债主还是美国这样的巨无霸 1994年末至1995年 美联储连续加息 向华尔街大鳄们吹响了出击的号角 大鳄们纷纷将亚洲的资产换成美元 回流国内 资本外流最终引爆了东南亚金融危机 危机之下 泰国政府首先宣告投降 放弃了固定汇率制度 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度 泰铢暴跌 进一步加剧了投资者的恐慌 受泰国影响 菲律宾 印尼和马来西亚的法定货币也开始下跌 索罗斯等金融大鳄抓住机会 肆无忌惮地做空狙击各国货币 接下来 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政府先后宣布投降 印尼还想硬挺 结果损失惨重 最后不得不举起白旗 四小虎全军覆没 干掉四小虎之后 国际炒家开始向中国香港发动进攻 香港政府反复重申 不会再改变现行的汇率制度 以期望稳定人心 幸亏 香港坚持了美元准备金制度 美元储备丰厚 炒家们想买多少美元 香港就能卖多少美元 同时中国政府也发声 对刚回归的香港表示支持 国际炒家不想打硬仗 所以虚晃一枪 开始朝中国的台湾地区发难 台湾地区没能顶住压力 当局在1997年10月 弃手汇率 新台币迅速贬值 到了11月中旬 韩国也受到攻击 新加坡遭到牵连 日本再度被拉下水 东南亚金融危机 全面演变成了亚洲金融危机 危机过后 四小龙和四小虎的风光不在 了解美元潮汐和历史事件之后 哪些国家容易被美元资本收割 其规律就很清楚了 美元资本之所以能够频繁收割 发展中国家 准发达国家和地区 一方面 当然是因为外部的美元庄家在炒作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 这些国家和地区 要么产业结构单一 经济基础薄弱 要么金融市场不完善 没有金融防火墙 让资本自由进出 并且由于前期资本流入 很多国家和地区骤然暴富 一时间忘乎所有毫无节制的使用美元 完全不顾及自己国家的体量 更对外汇储备不足的情况视而不见 对比全世界 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做的就很好 产业结构复杂而多样 有着完备的外汇管制 金融防火墙制度 外汇储备量全球第一 所以不会有美元资本胆敢挑战中国 但是不是所有国家都像中国一样 或者说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是少数 更多的国家被美国的民主自由忽悠了脑袋 像70年代的拉美国家一样 贸然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 为美国强盗们大开国门 或者为了讨好选民肆意花钱 国内通货膨胀严重 国外又借着高额的外债 特别是在疫情的特殊时期 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拿不到疫苗 疫情反反复复 经济社会无法正常运行 正出在最薄弱 最容易受到美元资本攻击的窗口期 目前已经有很多国家显露出 即将被美元潮汐收割的苗头 例如去年就经历了资本外逃 古债汇三杀的巴西 阿根廷和土耳其 又比如高度依赖外国资本 外汇储备又不足的印尼 最后还有饱受摧残 经济近乎停滞 但政府仍在无节制开支的印度 对这些国家而言 国际金融大鳄的进攻的号角 已经吹响 一场残酷的资本战争也即将到来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别忘了关注百年说正经 关注后续更多精彩内容 我是百年 我们下期见